譬如是米山王 绰于海面明显照耀 念了这诸解 譬如是米山王 绰于海面 许米山全称为 许米庐山王 乃是山王之一 震报光明古亮古云 明显照耀 前面这篇讲的 礼服现光 感应不可思 诗存 问大家 想不想 见 极乐世界 想不想见 阿弥陀佛 大家当然都希望 能看见 那佛就教大家 真正相见 一定要向西方 真诚礼拜 阿难尊的带头 向西方礼拜 礼拜 一起来 就看到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现在面前 这是当年 佛奖金时候的 状况 这一桩事情 记载 在《无量寿经》里面 绝对 不识 谣传的 不识一般人 把这个东西 加上去的 不识 我们知道 阿难 集结金藏 态度非常严谨 听众 说 五百大阿罗汉 有一个人 提出异议 就不能够记载下来 必须五百个人 没有一个反对 都承认 阿难说的是真的 才能被记录下来 取信于后代 阿难说佛讲 五百阿罗汉 都是 佛的弟子 都听过 佛过去讲的 这一切 所以 他们来做证明 证明阿难所说的 就是佛祖当年所讲的 漏掉可以 加上去不行 绝对不需口的 佛经 积极地 终于 由此可知 当时的人 真的 阿难见到了 大家都见到了 不但见到 而且还有童话 他也看到这篇 对面看到它 就跟实际的状况 完全相同 我们今天 读到这个经文 不怀疑的人 就得受用 坚定信心 坚定 愿心 一心 求生 净土 生净土 才是我们这一生 究竟圆满的成就 不生净土 都不算成就 为什么 不能生净土 肯定 继续搞 六大轮回 为什么 烦恼断不了 不要说了 高的国位 最低的国位 虚托华 你能不能争得 争得虚托华之后 天上人间 七次妄幻 才能争阿罗汉 才能处留到轮回 是世间寿命短 天上寿命长 你要到哪一年 你才能脱离六大轮回 这个法门能接受了 丝毫怀疑没有了 一生成就 成就之高 真正不可思议 往生到极乐世界 即使同居土 下下平往生 都是阿维悦之菩萨 阿维悦之什么 明信见信 法神菩萨 这还得了 不是普通国位 明信见信 原叫粗珠菩萨 别叫粗地菩萨 他们住哪里 住世报庄严土 极乐世界 凡胜同居土 方便 由于土 跟世报 庄严土 是合在一起的 一级十三 三级十一 它不分的 所以 借座阿维悦之菩萨 这一句话重要 阿维悦之 并不是讲 世报图除外 方便图除外 没有说这个 那么 同居土 下平下生 都是阿维悦之菩萨 所以诸佛如来 赞叹迷途 光中极尊 负众之王 遇到这样一个大知识 不知道亲近 不知道 求生 这就是大错特殊了